今天我们会看的就是Kreutson的第九首 Alegro Moderato 这首练习曲是很多重复的左手动作 有很多是特意去练三四手指的 你拉这首练习曲很容易会累的 我自己都会累的 我觉得累是迟早会出现的事情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把三四手指觉得累的感觉 令到他们越迟出现越好 我们要知道什么情况是会令三四手指很快累 譬如如果你的动作很大 你拉的时候你不注意 把你的手腕推前了 令三四手指是动得尤其是四手指是很艰难 但他又要重复去做这些动作 你累的情况就会提早很多出现 至少如果你能够拉完第一板 你仍然是可以有六成的和正常差不多的状态 你要拉G燃或D燃或者换了一把 可能是在四把位或者三把位 你的手肘可不可以配合呢 你手肘配合的目的就是 让手指可以用最直接的方法去禁键 那么他就不用那么多伸縮了 其实本身这一手练习曲已经练了很多伸縮的动作 如果你再额外加给他 那他就会很快累的了 大家看这一手练习曲 那为什么不可以拉Metal Piano 甚至Piano呢 另外第三样东西你可以做的就是 或者你应该要做的就是 我们看谱一定要看得快很多 你起码要看这首歌里面 你要起码看快两拍 或者起码一个小节 那你知道有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有换靶 那你手肘就可以早点有这个准备的感觉 最糟糕的就是你的眼睛跟不上 那你就会 哎呀死了 我已经拉到这个音了 但我还未知道后面有什么音出现 然后死了 原来后面那个是换靶 我反应不及 即是这些反应不及 加加埋埋 就会消耗你三四手指的能量 第四样就是 这份谱上面的指法 其实是写得很小粒的 譬如大家看一下第一版 尾三那一行 那里有个二手指 但这个二手指是响A型的二手指 那你问我这个二手指是否很清楚 写得不是 那如果我们说看谱要看快些 而你觉得这个指法很小 那个数字很小的话 那你应该写清楚 写得比较大一点 让你知道 就是你看谱的时间 你知道后面第三个小节 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是要换靶 是一个换去五靶 那你就预早有这个感觉 你就不会去到那一刻 才有些很突然的动作出现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省力 我们不要浪费力 那什么情况是会浪费力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不知道 那个功法的pattern 原来是两个小节为一句的 那我们经常在这里 就是数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其实也是在消耗中的 消耗中我们的精力 就是我们不能够 是以一个很放松 一个最放松的状态 但如果我们 退后一步 我们看到这个slur 这个连功呢 是两个小节 那我们就会 有心理准备 知道 志工应该用多快 我不是每一拍都这么大声的 我不是单是为了首歌好听 所以才有这些效果 是和首歌流畅有关的 如果我们想比首歌 是很流畅的 那我们要有一些很简单的phrasing 还有我们给一些phrasing的途中呢 我们是会等自己呢 容易点拉到 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冲啊 在最后这一段呢 有很多一把 就是用一手指去换把的 稍微有少少秘诀呢 就是你要换得干净 但是又不可以呢 是很突然 你要知道这个一手指的换把呢 是什么时候出现 那然后你是有心理准备 就千万不要 就是不要有一些很突然 你要觉得自己是 好像一条虫那样 左手 其实可不可以早一步 让手指移高呢 一手指 再一手指 我功法错了 再一手指 然后再下去 你看到一手指是早一步移的 一手指 然后不要换把 一手指 只是一手指 一手指移低 移前 保持二把胃感觉 咋会打转 这就浅了一手指 这就会一般 好 我不会 就可以了 但是